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要入睡的时候 那么轻松 舒服 没有用力 压远度 握着眼皮 轻松地避起来 把我们双眼的存在暂时放 暂时忘掉了 现在我们都没有用肉眼来看任何画面 现在我们完全都是用心体会的 然后今天我们开始静坐直弦 我们先来复习 把圣师傅 融化他们学友 所教导我们的静坐 终点 第一个就是 失败 也可以说 失败是静坐的核心 失败包含的最少三个意思在里面 有轻松舒服 有慢慢来 还有简简单单的意思 第二个就是 失败是静坐的核心 第二个重点就是 失败 所谓的失败就是 觉知正念 第三个就是 持续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以正确的方法来静坐 就是 失败跟失败平衡的话 我们就把它持续下去 也是有常常做的意思 第四个重点就是 观察 当我们静坐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就来观察看看 今天我们静坐的经验是怎么样 如果我们今天静坐的经验 特别好 我们也先回想一下 我们用什么方法 才能够让我们的心 比较容易静定下来 但是如果 那一天我们感觉 静坐的经验不是很理想 我们也 观察看看 我们用什么方法 才会出现这种经验 但我们这样观察 会对我们写一场静坐 有帮助 所以我们就先从 第一个重点开始 感谢观看 请大家 都可以 现在我们都没有去担心 做着好不好看 装不装眼 都没有 现在 先以轻松 十八为主 什么时候 感觉哪里紧绷 哪里不舒服 我们现在也可以 趁着这个时间 来观察 来调整 从我们的头部 开始观察 额头放松 眉头也跟着放轻松 每间的测漫 每间的测漫 也发生轻松 孙似乎 每间的测漫 每间的测漫 也发生轻松 每间的测漫 比较为中 最后 颈部,两侧肩膀,手臂,手腕,手掌,直到我们食指,手指头都完全。 放轻松,胸部,腹部,背部,尤其是我们的背部,背部是刚刚好的顶纸,没有太直,也没有太松。 太直的话,会让我们感到紧缝,不舒服。 但是如果太松的话,也会让我们容易浑沉,容易打瞌睡。 所以我们调得刚刚好。 腰部也放松,两只脚,大腿,小腿,直到我们食指,脚指头,都完全。 取缘,放轻松。 现在我们全身都放轻松。 我们的手怎么放,脚怎么摆,也都无所谓,都没有关系。 如果我们调整身体。 如果我们调整身体,调得很好的话,我们就会感觉全身真的很轻松。 给大家罪双只存。 希望您可以感到的眼睛和目尾会。 试着想一想 现在我们感觉好像自己正在坐在一个泡泡里面 泡泡的性质就是很轻很柔 当我们吹泡泡的时候 泡泡就会慢慢地浮上来 现在我们的身体正在坐在这个泡泡里面 所以现在重量就跟泡泡一样勤了 身体能够慢慢地浮上来 慢慢地浮上来 越来越高 越来越失败 感觉很自在 我们在这个空间 我们可以完全放轻松 在这个空间 在这个空间 跑开 一切 放下 所有 静定 在这个空间 静寂ios 静怀 静在 静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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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怀 静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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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團 静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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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放下来 我们就会感觉 我们的心 变得很轻 感觉很舒服 然后我们可以 试试看 把我们的心 安放在舒服点那里 感觉哪里舒服 我们就先把心 安放在那个地方 当我们的心 轻轻地碰触舒服点的时候 我们感觉 很喜欢 很想把心一直宁静 定在这里 心越静越定 舒服感越来越增加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也感觉越来 越自在 如果我们的心 如果我们的心 能够 真正的 放轻松 放轻松 它自然 它自然 而然可以 回归 到身体的中央点 那么 那么就请大家 各自练习 进一须 稍后 留学 耻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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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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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性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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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